好,那我們看第一題的第二小題 那這一題要做的一個方式跟 前面那個小題一樣 它也是屬於一個 根號s平方加y平方的形式 所以我們仿造 第一個小題 我們把這個函數 設成根號s平方加y平方 那這個一樣是一個 s平方加y平方的 二分之一之方 二分之一之方 那這個是 f這個函數 好,那一樣我們 利用這個近式子的一個式子 我們把它做一個微分 可以得到 這兩個結果 這跟第一小題是一樣的 那這時候我們取的這個x是取 300 然後delta s是取-1 然後y是取400 delta y取-1 那這樣我們把 這四個數值 好,這四個數值 帶進去 f of s加delta s y加delta y 好,就會得到 f 3299 好,那這邊是 399 好,所以我們可以 把它帶進去就是 根號 299的平方 加399的平方 好,那就是 這個式子 好,就等於這個函數 好,然後他 利用近式子我們可以用 右邊這個數值來做一個 近式子的運算 好,那這個f300 400 帶到這個 根號這個式子裡面 我們剛好就等於500 好 然後這個 偏尾的這個部分 好,偏尾的這個部分 我們剛剛這裡有 算出來 好,那我們就把它 300跟400 帶進去 好,就可以得到 好 這個 500分之300跟500分之400 那 這個 delta s的部分 是-1 好,那delta y 也是-1 好,那我們把它運算一下 就可以 得到他大概是 49 8.6 好,498.6 那麼,做一下 你看,我應該會有 太有了